第四集现在开始 前面杨天勇他们杀了王小湘和王俊波 影响十分巨大 但是他们没当回事 他觉得这个案子肯定破不了的 6月9号晚上9点多 杨明才揣着电话 七七十手枪 他和冬子两人开车出去转出去 就说想杀一个人玩玩 就存位了玩 在进城县 进城镇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女的 就她自己 然后他们把车一停 开门就问老妹上上车不 这女的真就上来了 在车上杨明才 把她强奸之后 用手给掐晕 他以为掐死了 实际上是掐晕了 然后旁边吧 有一条河 开门就给扔河里 实际上是给淹死的 就这么杀了一个人 没过几天7月19号 警方捷报传来 王小湘和王俊波的案子破了 凶手是王小湘的老公杜培武 破案的理由主要是有三个 第一杜培武他是受到了夺妻之恨 作案的动机太强烈了 第二 那个杀人的武器是王俊波的手枪 经过检测 那么什么人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敲开车门 还能拿到王俊波的枪 把两个没穿衣服的人杀掉呢 杜培武太符合了 首先他是警察 然后他还都认识 第三个理由 案发当晚杜培武主动留在单位 没有人能够咒明 他一晚上在干什么 这个吧就纯属于杜培武 他倒霉了 当天晚上他在复习资料准备要考试 就没有一个人看见他 谁也证明不了 所以六月底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结果他不承认 先是给他用了测谎机 答案是杜培武撒谎 这测谎机也不太可谱 于是7月2号正式刑事拘留 经过连续17天的折磨 这老兄扛不住了 让我死吧 我没法再受这个罪了 等到最终这个冤情解除的时候 他对记者就说 他说我就是学刑真出身的 扛不住 真的扛不住 他认识之后 根据审讯人员的案式 整理了一套完整的作案流程 就这样呢 他那个发现了老婆和王俊波有监情 于是呢打电话把他们骗到单位附近 然后借口要看一看王俊波的小手枪 偷偷的上了子弹之后 一枪一个全都给崩了 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 就手枪去哪了 然后根据他的供词交代 他拆不拆吧 给任何的找不着了 1999年2月5号 一审宣判杜培吾死刑 他当时是欲哭无泪 就一个要求 我要留着眼睛 到了阴曹地府 必须看一看 到底是谁把我给害了 他心里面知道 包括这个审判在法庭的时候 他多少次都是喊冤的 但最终没用 还是判了死刑 他怎么都想不到 竟然是杨天勇 这是没法想的 1999年10月2号 云南高院复合 然后觉得这个案子 其中是有问题的 就是警方提供的证据不足 谨慎起见 改判杜培吾死判两年 于是这哥们的小命就留下了 要不然就废了 给大家看一下杜培吾的照片 这就是他 小伙长得挺精神的 这是给他放出了之后了 这也是遭老罪了 看到没有 看他这样 放出之后吧 他那个官复原职 后来吧 他也是过接受采访了 他也去那个什么 去审犯人 经过他这次冤情之后呢 他在审这个嫌疑人的时候 都是非常的客气 有礼貌 绝对不动粗 但是后来他也说 他说时间长了之后吧 白扯 这么对那帮人特别客气 特别给他面子 导致那帮人一点都啥不配合 都特别丢 所以说这种事情嘛 是很难办的一个事情啊 你要是真是把他们 就有的人吧 有的人就是 你对他特别好 他真不关你 那么这段时间 杨天勇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也没敢做啊 也知道这个暗门影响太大了 所以说是暂且折服 期间吧 他们又租了两个地方 一个在这阳方凹 共气站 面积是200多平米 是杨明财 他在这边住 咱们把它称为二号基地 新闻用的是魔窟 我在商业版里说是魔窟 都一样 另一个是在明朗水库的一个养殖场 是销林族的 主要用来娱乐休闲 花了十万块钱进行改造 养了很多肉狗和鱼 对外就宣称 我们这个养殖场 专门卖那个狗肉 之前前面那个二号是啥 是这个天勇族的 这个销林这个咱给他说是三号 99年二月 这个杜培武一审判死刑 消息传来 把他们给乐坏了 这妥了 替罪养有了 咱们安全了 那就开始干大事吧 不过这次呢 天勇是急眼了 他觉得你看咱们四年时间 净扯淡了 什么大事都没做呀 那么以后呢 主线就是在路上抢劫豪车 副线是抽空偷一个破车 他就是奔车来的 然后鉴于之前杜培武 就是王九湘 王军伯那案的失误 把尸体给发现了 给他们下坏了 说鉴于这个失误 以后杀人的话 尸体必须处理干净 绝不能给警方留下任何线索 这他定的 就从这时候起 在内部 他被称为政委 萧林成了司令 3月6号晚上 天勇带着杨明财 东德和小光 去了国贸会展中心 发现了一辆 尼桑公园 看一辆车 然后他把 把那个警灯往自己车上 啪这么一放 大家穿着警服 呼通把车开过去 一停拦下来那个借口给检查 然后把司机和那个女朋友都给带回了一号基地 找了一个房间 随便审问了一小时 然后让杨明财把这两个人给勒死 接下来呢 天勇就把所有人都召集到内齐 集团所有人都过来 干嘛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怎么处理尸体 这是他亲自动手演示的 教大家 他拿了一个大砍刀 把这尸体 劈成了几十块 然后这个过程还看着 你看这胳膊该咋劈 这肋骨该怎么剃 这是心脏 这是啥的 给大家进行讲解 完后又弄了一口大锅 把这肉块全扔到水里边煮去 煮熟了之后捞出来 拿回去喂狗 狗渴完之后 那个骨头 用碎骨鸡磨成粉末 全是粉末 骨头磨成粉末 然后把这粉末扔到池塘里面 这么一扔喂鱼 真正的搓骨扬灰 一点不剩 就这一套下来 除了他以外 所有人都快崩溃了 萧林都扛不住了 这勇哥咋这么变态呢 你咋就这么恶心 那冬子和小光 他俩是最接触不了的 他俩背后一赏了 说咱老大不是人 他就是一个魔鬼 这种人咱们必须离开的 否则哪天也是这个词话 找机会呗 几天之后嘛 机会来了 就之前搞那辆车 报告出手 找车贩子报个卖 然后冬子呢 他就跟这个天勇过来建议 说老大呀 不行的话 去大连吧 我在大连有朋友 只要把车开 我且很快就能卖了 结果天勇信了 就行 给了他们俩两千块钱 当中费 马上启程 这俩小子开上车 杀出云南之后就乐完了 咱俩把这车卖他20万 然后远走他乡 是吧 你们要是敢报复我们家人 我俩也可以弄死你们拳脚 反正豁出去了 就拼一瓦了 他俩这么想 结果呢 到了这个陕西境内 车被交警给拦住 然后查资料 你没有这个 那个购车的那些资料 坚决把这车就给扣下了 怀疑来路不正 扣下来 那这俩小子垂头丧气的 又回到了天勇的身边 大哥 车被扣了 没办法呀 老大一听 没耽误一事 那再搞一样 还不容易吗 其实从这刻起 他俩就决定了 以后再也不离开天勇了 因为这一趟搞伤心了 离开天勇是不行的 这次是死因塌地的 3月19号早上9点多 萧林出马 带着东方子小光 还有杨明才 转悠了一个小时 发现了一辆三菱鸡布车 就在路上发现一辆车 他们开车 然后把这个井灯拿出来 从这伸出来 车顶上一放 一脚油门过去 停车 接受检查 就这一套 把手铐一铐 把人给带回了一号基地 给天勇打电话 勇哥就说 不要吵极 等我下班回去之后再处理 晚上呢 老大回来 先是审问 然后就下令 那个 上次我不是教你们怎么处理了吗 动手 就按照那个流程来 我看着呢 那这时候萧林就得站出来 他不能丢脸 对不对 他跟天勇俩是平级的 他就拿起了砍刀 对着尸体 劈了一会儿 然后瞅啥呢 换你了 东方小光来砍 然后大家把这十块 还让上次的流程啊 煮啊 磨呀 喂狗喂鱼 他们抢这辆车 估价是24.6万 最终杨天龙找人卖了9万块钱 4月18号还是上午9点 还是他们四个 又出去了 在街上遇到一辆 墨绿色的 六缸的三分级不吃 还是跟之前的方式 蓝亭汽车 把司机带回基地 等天又下边回来 又跟之前的流程一样 杀死 喂狗喂鱼 汽车卖了20万 那个中间人转手是50万卖的 那车发子赚了30万 接着干 但是下面这个案子就是有问题了 在这个萧林 他们最开始那个一号基地附近 他们发现了有一个富二代 这小子套了爹子又鞋 他穿戴啥子各方面 特别像样 然后他也开了一个三人机不吃了 是顶配的 因为你要是那啥那个低配的 可能他就不整他来 顶配 他们非常动心 6月7号 9点多 6月早上9点多 这富二代这小子 他自己除了走路溜达了 然后呢 被萧林他们在前面就拦住了 强行给塞进车里面带走 这次是小光他开车 把人带去了二号基地 然后萧林和萧丽 他们俩去了富二代的家 拿着钥匙 打开了车库 把这辆三菱汽车给开走 再把这小伙给杀死 按照那种方式处理掉 很残忍 这个都没什么意外的 他们做好多次了 很简单 什么 怎么的 到了当天晚上 那个那小伙他爹 应该是富一代 是吧 一代在家里面 接到了一个电话 铃铃铃铃 拿起来 谁呀 到底谁 说话呀 咋不说话呢 问了半天 那个女的说 你家 是不是有人失踪了 你谁 你谁 你干嘛 说话 你到底谁 也说呀 啪 关了 你什么 这就是圆话 过了一会儿 电话又打过来了 喂 你说 你家 是不是有车失踪了 有 到底咋回事 你干嘛 还在啪过电话 就这两个电话 每个电话 只说了一句 先说你家 是不是有人失踪 或者先说你家 是不是有车失踪 那很想 一带赶紧报警 打个座机 追查电话 给查出了 这个女的是谁 你们猜 就是左鼠光的女朋友 小光他女朋友 然后警方就在背后 调查他们的信息 发现 这个女的 他男朋友 有重大问题 就他男朋友有问题了 于是就过来抓人 结果特别巧 在警察进屋之前 这小光他去上厕所 上厕所回来之后 他看那边有人在那会儿 那个打牌 他就过去看打牌 就在他家门口 他租那房门口 看打牌 就呼拉起来 几个警察进去了 这个他吓得 跑了 然后说把那个女的 给抓住了 抓住之后啊 审了一天 不知道为啥给放呢 不知道 这事情是存在 释放的理由 谁也不清楚 咱们感觉 可能是 警方觉得 说 那只是这个 富二代这小子失踪了 人也失踪 车也失踪了 对不对 你怎么能说他死了呢 没见到尸体 那没准的小伙人家开车 跑到那个东北 看网友去了 这也不好说啊 人失踪了 你就能给定计为啥 只能说暂时失踪 还不是杀人 也没有说别人 是有个女的打电话过来的 对不对 说你家是不是有人失踪了 有车失踪了 但是也没有说 说我这个所你钱财 绑架啥 况且这女的可能在里面也说 不是我大的 就不是我大的 对不对 反正不清楚 警方就查了一天 就给放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一下子 直接给他们全都连锅端呢 6月15号 他们又搞了一辆桑塔纳两千 东泽和小光 把这车开到大连 卖了十万块钱 这回他俩就没跑 彻底服了 他俩觉得 跑啥呀 如果跑的话 一方面被这个团伙 其他人追杀 也会被警方抓捕 而且还没有来钱的活路 除到外面去了 你怎么挣钱 之前也不是说没处意过 是吧 还是别忘初心了 就跟着天勇半死不活的 继续混 已经这一步了 没办法了 其实在这时候 除了杨天勇以外 其他人都觉得厌烦了 那萧林就跟他说 说永哥 这么干不行啊 整不来几个钱 一次就整几万块钱 啥时候咱们能干大事啊 我觉得换个路子吧 结果呢 天勇非常的不满 说这不挺好的吗 咱一出手就有 特别安全 你要想话 那你说是有什么好路 这时候杨天勇 他思路就跟那谁 汪家里上去 搞什么大的 这好那的 就出现了百分之百有 谁也查不出来 出一趟十万二十万 你得整吧 萧林也没啥路子 但他就是不愿意 为啥呀 他跟孙德林不一样 我当年是拿着一百七十万 我来入股的 你咱俩说好了 要干大事 结果现在四年多了 干了一堆破案子 整这点钱 只能对付一个吃喝玩的 是不是 我原本就可以这样啊 如果本来就有钱的 你这么长时间 卖那钱 卖出一百万了吗 对不对 我又投资买这个 那个场地的 买更多设备 就那点钱都不够 其实生活开销 各种东西 都是萧林在出钱 啥钱没挣着 完了吧 还杀了这么多人 有意思吗 永和 你整这么变态 贼恶心 所以说 这个内部就等于分成了两派 东子 小光 杨明才 属于天勇的色 虽然说他们几个 这也是有点意见的 但是绝对服从老大 他们也觉得挣钱 也太少了 不过杨天勇只要说啥 他们绝对听 然后萧丽和柴国立 这二例 他们是肯定站在 萧林那边的 这两派呢 既不撕裂 也不亲密 就是各玩各的 开始这个了 那么杨天勇他这时候 他又泡了一个女 名字叫曹丽敏 两个人天天连在一起 回头吧 他工作也出了问题 因为咋 他抓了一伙小偷 还有一个人 什么时候 他睡着了 省着省着自己睡着了 然后小偷跑了 为此呢 单位给他处罚 扣了三万月奖金 12月22号 他一翘班 被领导发现 又给他扣了奖金 这一下子 给杨天勇整鸡严了 他就为了撒气 他想杀一个人玩一玩 然后他就给萧林打电话 说这个事 可是萧林一听 就不愿意搭理他 说那啥 勇哥我现在正忙着呢 没时间 天勇说 那别人谁捡的呢 说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自己问问我就知道了 你还找谁找谁去问 我给你找的没用 就这态度 把天勇给气坏了 他直接去了二号基地 然后找到了杨明才和东哥 就告诉他嘛 准备好工具 随时带兵 12月24号 晚上十点多 他喊这俩小子 还带上了自己的情人 跟这个女的说 找哥们出去执行任务 让你看看勇哥在外面潇洒 在地质局附近 拦截了一辆三零机部车 这里面是有两个人 空住之后呢 他让杨明才 你把那个小米给送走 然后呢 这个东子 他开这个三轮车 就是杨天勇 他在后排控制两个人 三轮车吗 东子在前面开 两个人质 在后排 他也进来了 在中间 整个好像那俩人绑架他 一人控制两个 这两个人里头 一个是年轻人 一个是老头 那老头 他确认 这是带徒 这不是警察 警察不能这样 所以说他趁个不注意 直接开打 就打迎天勇 两个人就 就撕打起来 还使你喊 这时候关键 就是另一个了 那个小伙 他其实原来是刺激 对不对 他在另一边 他没敢动 为什么 他还是相信 这是真警察 那 你打警察 我干大忙 我打他 我事更大 我本身 我啥事也没犯 警察呢 他不相信 这是假的 他就认为是真的 所以说 他不敢动手 得蹲 那么这老头和天勇 他人在后面坐着 就单挑 几下了之后 天勇终于把他给制服了 然后 啊 啊 掐死他 那小伙子 碰一块 死了 他才知道 这不是警察 啊 你们真不是警察 这事有啥用呢 杨天勇啪 把那枪抄出来 这么下就打死你 把他给带回二号基地 所以说 很多时候吧 这生死 就在一面之间 毁了自然 还是老规矩 勒死 分尸 煮了被狗 三轮车 低价处理 给了那俩小子 每人五千块钱 不管咋去 就算没十万 十五万吧 给他俩一人就五千 刚出了一口气啊 到了两千年 一月六号 他再次翘板 又被扣奖金 摘下给天勇气的 奇蹺声音 他回家 列了一个黑名单 把所里面的领导 还有一些 跟他有矛盾的同事 都写在黑名单里面 然后呢 他预谋找个机会 暗杀 把所有人全干掉 往后吧 他又写了一封公开信 复印了好几百份 就在那个官局里面 大肆的那个啥呀 散发呀 这个信 内容写的很多 但是呢 披露出来的 只有最后一句话 整个信 最后的一句话 原文是什么 是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跟人的打算 想法 私利和隐私 同时 也请全所民警 观看这一场 疑乱基石的结果 是什么样的 原文 这事在内部 引起了一定的影响 上面就决定 把他调到一个 看守所当预警 一般预警 都是啥 说那个 别的地方没处理好的 是怎么来的 大家知道了 天勇坚就不干 我不去 那玩得干的 你跟我来转的 硬的都不行 我就不去 埃巴尔地 到了三月份 然后给他 下发了一个通知 杨天勇 数次旷工 予以辞退 这个不是原文 我总觉得 在内部叫辞退 好像不太合适 这个是记者 讲一会儿 可能是自行的傻了 应该就是把 天勇给处理掉了 就是开除了 准备要清理出队伍了 肯定不能用辞退 这个词 最后 一下就疯了 你当我吓唬你们 是不是 黑名单上的人 必须上 在开杀之前 他又把队伍凝聚一下 本来散心了嘛 还是联系 联系那个小林 说 出去做一大点 小林不配合 去不去 不跟你玩的 然后天勇就急了 说咋呀 现在勇哥说话不好使 是吧 小林想一想 哎呀 勇哥你别这么说 我这不事太多吗 那我一会儿给那啥 给国立 打电话 我问他干啥呢 就这么说 约好之后 他们是怎么的 盯上了一个大老板 哎呀 这大老板 我跟你说 后面成破案的关键了 一个大老板 最后起 然后吧 就设计了一套伏击方案 升级了 4月23号晚上 他们在这个南关路 盘龙宾馆附近埋伏 就等着 到了晚上8点多 大老板 出来开车走人 然后这个天勇 他在后面跟着 跟着车 同时呢 他给杨明才那个传户 发了个信息 就是车牌号码多少 什么车 就意思 就把这车拉去 然后吧 那边杨明才接着信息 和这个 萧林呢 柴国立啊 他们一起 就在前方的一个路口 突然现身 穿着那个啥警服的警车 路障往那块摆 临时 建厂 等这个车一过来 那一瞅就是啊 跟着窗户信息一样了 就把 大老板给拦截下来 又给他 带回了二号基地 残忍的杀死 这个尸体也处理掉了 然后他身上一些手机啊 一些其他东西 让这几个小子一个分了 那衣服挺好 衣服挺好 杨明才拿着去 那皮带也不错 这个销里拿着 手机那啥子 给你谁 给拆过力 车最终卖了二十万 每个人分了两三万块钱 回头杨天勇觉得说 不行 还得整个狠的 否则这帮小子 不太听指挥 我要让他们都变成超级冷血的状态 他这时候就这样 就是 因为这些人变成就是冷血杀人王那种 到时候自己一生命下 然后同时开证 把黑猫单所有人去杀掉 然后开始就是揭竿而起 就开始干大的了 正式成立大黑帮 又造成巨大的影响 他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就是他们团伙的最后一案了 确实最残忍 最暴虐 破案之后 昆明的警察都是为之震惊 心有余悸 时间是2000年5月31号 早上5点多 天勇他是带着本派人网 然后呢 还加上他的小情人 出发了之后吧 他和小情人就他俩 别人在在另一边 他俩开着车在那个冰箱厂附近 有一个岔道路上有岔道 往那会儿一呆的 就在这等待机会 看哪个车好好整理 大约七点多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辆黑色的大本 s320 事后估价是69万的 天勇一看大喜 这车之前呢 赶紧开车在后面跟踪 并且给路前面 他的那些同伙 发了一个传呼 就是我们过来了 提前都说好了 我们只要接到这个 我们过来 你就把我们车 前面的车给拉下来 东方子接到这个信息之后 欧了 告诉你 杨本彩和小光 赶紧摆好 把路障和啥的 往那会儿一摆 衣服切发发的 就站在路上 过了一会儿就看见 天勇的车 然后那车前面是一辆大本 那就走了 过去 停车停车 好 检查 前面一停车 天勇也停车 在到后面 停完之后 他命令这个情人 你把这车开走 爱去哪去哪 那女的曹黎敏 吃了一惊 勇哥 我赶学车 我还没驾照呢 让你开走 就赶紧走 马上立刻 必须快点开走 没听见哪 他给小美下来 不敢拧嘴 那就开一把 歪歪斜斜的 把这车给开走了 他不想让他看见 这个那种场面 这边的奔驰车被揽下之后 下了两个人 司机的名字叫王元福 他是刚从部队退役 给那个仪良县万福山庄的老总开车的 他是当过兵的 另一个人叫朱坤 他是昆明公安局武华分局的民警 正规警长 两个人下车之后 不但不促 还挺强硬 特别是那朱坤上去把自己的证件一样 看到没有 你们瞎他妈查啥在这 哪口的 天勇在后面 嗷唠一嗓子 把他俩给我扣起来 这东子上去一把给那王元福 就给他扣了 然后杨明彩也过来 那个啥扣朱坤 那朱坤肯定吧 一下就退黑 然后过去疯狂就开打 这天勇抽出了手枪 过着之后照他一顶 再他妈动 老子就砸死你 嗯 朱坤你看 行行 你有逼啊 你就抓吧 我看你怎么收拾 把他俩塞进了那 那个大奔的后排座 空了手铐了 然后我回拆 路上这朱坤就不停地跟他们说 你们执行的什么功务啊 我就算不是警察 你们也不能随便抓老百姓吧 啊 我犯什么法了 你就拿枪顶着我 你还绷着我呀 你真敢太阳 就跟他们说 天勇在路上不怎么搭理他 就告诉他 回去你就知道咋的事 到了二号基地 先把这俩人扣在卫生间 然后天勇拿出电话 给那个车贩子 打电话 说这孩子有个奔 S320你啥时候过来了 约好之后 他让冬子和小光 你俩把这个大门开到贵阳 在那等我 二将得令离开啊 然后这会儿就剩他和杨明才了 俩人进了卫生间之后 天勇说 直到过去 把他俩衣服都给脱光了 就留一件三角楼子 夸夸一脱 这三角楼子 就剩了一个 搞定之后 朱坤在那块绑着 这个才说 你们不是警察 天勇不懈的一笑 我是 他不是 揍 这杨明才抄起一根棍子 给他 劈头盖了一阵狂大 打电是两个人不停的求饶 才听见 服了是吧 天勇过来了 审问 又坐在那块 做笔录 这次审的是特别详细 稍有迟疑不听话 老侄子旁边就大过子一开抽 最后就是问银行卡密码 这密码多少 别骗我 我们出现了啥去 去核对去 如果是假的 回来我割了你舌头 得到了真实密码 最后一步是让他俩在这笔录上签字 签下字吧 完了那个 没办法 他俩那个拿手戴手铐子签完之后 就问 说 大哥 你们还想咋样了 行了没有 完事了吧 放不回去啊 杨天勇就盯着他俩在那会看到 就盯着 突然回头告那杨明才 老侄子 登福吧 这一次活着啥 就跟那啥似的 飞着二哥 猎狗 这种动物吃别的 动物的时候是活着吃的 不像是狮子 还是把对方给咬死的 就活着往上逃 告诉我 告诉老侄子 活着啥 老侄子得令 搬过了一个特大号的一个高压锅 一把揪住这个完军服 给他摁倒之后 拿着刀 就在他身上 哗就割肉 割下一块肉 往这个锅里扔去煮 哗再往下割 把这团给砍下来 嚼手指 砍下往下扔煮 当时这个王源福这司机 彻底崩溃 旁边那个朱坤 下的是大小便士金 老残忍啊 处理这个司机 用了一天时间 因为那朱坤全程在边上看 第二天 这个杨天勇过来 跟朱坤说 到你了 当时这个细节就不是很清楚了 咱不知道朱坤是怎么说的 反正最终吧 是把他勒死之后 再给分割 煮熟了 然后喂的狗 等到不看之后 警方在现场那个 还有那狼狗的粪店里面 一共找到15个人的 指甲 手和脚都有 经过DNA检测 有9个是朱坤的 搞定之后 杨天勇带着情人 坐车去了贵阳 要看黄狗树大瀑布去 他没有那啥 要看黄狗树大瀑布去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天勇 他去找那个车贩的交易 这个奔驰车 14万成交 然后天勇 从里边拿出 15000 告诉那个谁 腾点动 东子 这你们一个人 五千你们仨 这15000给你 然后小光和杨明才 你把钱给他们 就这么扔的 完了吧 他就没去那啥玩 黄狗树大瀑布 他那个6月2号回到昆明 去一个ATM机取款 用朱坤的那个建设银行的卡 取走了5200元 最后呢 这个卡里边余额还剩43块1毛6 最后一案 是吧 天勇怎么都没想到 破案的口子竟然是 手机 想想那个张军 蒋银库 他们这些魔头啊 都是在2000年 他们都是同一年的 都是因为手机 在了跟头 你看他们好像是挺精明 但是都都倒在了高科技面前 因为那时候绝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高科技背后的秘密 就拿着玩啥 他不知道这玩意 能跟踪你定位的 天勇还是警察呢 他也没这么明白 出事的人是人 柴果利 就你小子 最后我跟你说脑子 不行 太畅 就是咱们说之前 抢劫那个大老板的时候 分了一个手机给他 我刚才特意就点了一嘴 啥呀 摩托罗拉998 这小手机拿着手之后 那柴果利是挨不失手啊 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都知道998什么概念 全国上下火的是一塌糊涂 怎样啊 他拿到手之后吧 他一直没敢开机 后来觉得甚至可惜 于是吧 他就想给卖了 6月14号上午10点 他跟着女朋友 他有女朋友了 两个人去了昆明市 明通路的一家典当行 你说他还去典当行去 在进门之前 他想想 他先把手机给开机了 他其实在晚开一会儿 都没准就啥了 进门之前 啪开机了 然后跟人家 里面在那块谈 结果警方那边是有监控的 有定位的 因为咋的 那个大老板家属 回头就报警了 说是失踪 他把人处理掉之后 就失踪了 警方就一直就是盯着 那个手机 突然发现开机之后 马上就定位 然后就去那个典当行 把柴购率就给抓了 就这么快 一会儿工号 首先过于抓起来 后就问他 说你这个手机怎么来 这小子吧 我跟你讲 为啥说他脑子不行 你看这不行的人 后面干啥也都不行 这是一串的 问他这个手机怎么来 他说我买的 在哪卖的 在那个南太小 下面有个小子 卖过的 多少钱 两千 就这一句话 太扯了 998当时售价 是五千块钱 这个标价四千九百九十八 那怎么可能 两千块钱就卖给你 况且 你跟这个典当行 谈的价格多少 是一千块钱 你有病啊 刚买到手 半价就卖 再说了 就你这样的 你也没什么工作 你怎么可能 用这么好的手机 是不是 柴国立 突然发现 说错话了 就两千这一项子 就露馅了 然后他就啥不说 问啥 就是不支撑 结果搜身 在他身上又发现 一个破手机 又发现一个 这里怎么的 就警察把所有联系人 都给那个记录下来了 有一个联系人 叫吴峰 哎 有意思就在于这 因为最开始吧 这个警方是认为 那个大老板 就是1998手机的 那个大老板 他是被人绑架了 那么既然绑架的话 就查一查 最近这一段时间 还有没有类似绑架的 一查两个月前 那个富二代那小子 不失踪了吗 也怀疑 说可能是绑架 因为打讲话 说你家有人失踪啥的 是没准也被绑架 所以两个案子 就合到一起了 他来进行对比 我就发现吧 说有个女的 给那个富一代 小伙的老爹 打了两个神秘电话 这个女的 他男朋友叫啥名 叫吴峰 他们在外面用的都是话 不叫柴国立 不叫做书工 所以咱们要抓的 那个女的男朋友 就叫吴峰 然后这里头 这柴国立 他手机里面 这个也有人叫吴峰 把这两个电话 一对比 同一个 那个号码 不知道是手机号 还是传呼号 反正是同一个号码 那还不想 毫无疑问 柴国立 你事大了 对吧 就这样 今天答案连根拔起 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讲 第四集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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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